17号,台北论坛基金会邀请岛内产官学界人士起居一堂 在东海大学探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台湾产经发展趋势 台湾济南国际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陈建良表示 当前民进党当局诉求外贸与大陆脱钩 且不断对外塑造所谓台媒有望谈成经贸协议的假象 不过事实是,民进党上台以来对大陆的贸易量非但未减,反而抖升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ACFA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认为,与其盼望所谓台美经贸不如维系好两岸经贸 否则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民粹阻碍良善政策的支持 这是以全民公司为代价 谁的责任最大,政府自己最大,政府是做政策的 你讲不清楚不能怪别人 除了经贸方面,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 也妄图通过向美国军购来对抗大陆 据台湾媒体援引路透社消息 美国白宫13号先后通知美国国会将授台合计五项武器系统 涉及的金额将近1500亿元新台币 美国方面也借此迷惑民进党当局 想将台湾打造成对抗大陆的豪猪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 16号更在两岸议题上指手画脚称 建议台湾应增加军费 发展针对大陆两栖力量与非军事灰色领域的不对称军力 以及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等 在一波波对美军购下 台湾防卫有可能变成刺猬、豪猪或独蝎堡垒吗 台海军退役少将孙海涛表示 两岸如果开战 大陆势必采取斩首及点穴战术 先把台湾的雷达系统打掉 瘫痪数据链 让台军作战系统瞬间成为瞎子、笼子 台军退役中将曾担任台陆军副总司令的刘湘斌 在政论节目中也直言 豪猪最后一样会死 美国会不会来 我认为美国是不会来 台湾也不是豪猪也不是战力之力 那今天台湾尤其我们军人 希望不要战争 因为所谓的战争没有一个赢家 台湾是进不起战争的 你当好处好处最后还是会死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哈斯 日前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介入 因宣示所谓台独所引发的危机 台安全会议前秘书长邱毅仁表示 台湾务实的政治人物 不会这么做 除非疯了 他也狠狠地栓了一下民进党过去的一个主张跟论述 民进党创党人士之一的邱毅仁此番言行被外界猜测 民进党当局是否在为两岸情势踩刹车 而台外事部门主管吴钊燮 日前的一句 台湾目前不向美国寻求全面所谓邦交关系 也被党内舆论普遍解读为 民进党当局面对美国没意愿 只好自踩刹车的动作 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 事实上民进党当局 不论台面上还是台面下的官员都心知肚明 今天的一个新闻 多数的美国人他愿意为我们台湾做防疫 那你认为呢 你认为这个有可能吗 新闻都不要看 真的我讲真话 我当过情报次长 我看的东西跟新闻都不一样 根本不太可能嘛 而且美国有三亿人 他怎么统计这三亿人有70%要支持 对不对 这不可能的 都不要信这个 真的 好 谢谢 讽刺的是 台行政机构日前证实 台防务部门各项军购 目前滞留在美方账户中的军购结余款 至今额度高达近2000亿元新台币 无法取回 目前每年仅有约80亿元交还台湾 台防务部门 今年更有182名军官 因审计部门查案而被及打过 令外界质疑 与无法取回军购结余款有关 岛内网友直呼 难怪美国敢一直卖 一直报价 原来有押金在 明知不可为 却还在所谓台独的绝路上飞奔 民进党当局种种行径 也让岛内民众陷入焦虑 台湾工党主席谢正一认为 可以感觉到台湾社会对民进党 已经开始不满和不安 岛内支持分子要互相支持 继续努力 才有力量面对未来国家统一的局面